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6月14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过今天的新闻提要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再赞文 说经港两地的年轻一代 几乎陷入绝望边缘 香港一名男子着光时衫被控线动罪 定为23条立法后首案 中国邀请台湾的网红到中国拍片宣传 这只是针对年轻人的新统战 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 再次评论中国和香港的现况 只观察到经港两地的年轻一代 几乎陷入绝望的边缘 罗奇更形容香港政府简直颠着 有香港90后年轻一代对本台表示 23条通过后 他们都由绝望变成无奈接受 去大陆消费 就是其中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 听下下雪江泳报导 罗奇离开香港后 在个人网页债民 只过去一星期在北京和香港渡过 曾经在两地和大陆的企业家 大学生 前港副官员 以及恒隆集团董事长 陈契忠等人见面 观察到两座城市火花消失了 离慢着越来越沉重的气氛 适入不受驱促 积极进取的正能量 已经被一种相对屈满的放弃感代替 年轻一代更几乎陷入绝望边缘 罗奇因为 那不单是情绪上的转变 更代表京港两地 昔日拥有的开放 和坦诚交流的文化 已经退化成一种过度防御的态度 而且充斥着对提出善意 尖锐问题的人 作出人身攻击的下意识反应 罗奇又透露 在过去六个月 有不少机会 听到来自中国各大学 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意见 上星期 他再次在北京 和一帮顶尖大学的学生见面 整体上他们对前景看法非常暗淡 有几个学生说去知 毕业后选择入读研究所 是因为不容易找到有意义的工作 罗奇结束香港行情之后 在美国时间周四 接受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访问 记者问罗奇 为什么香港政府对他的观点这么敏感 罗奇回答 香港政府简直疯了 既得利益者对提出批评的人 作出人身攻击 却忽视提出的问题 罗奇指对他的攻击 根本没有解决他提出的问题 只是批评他 身为一个没有价值的退休银行家 对香港内部情况一无所知 罗奇直言 香港存在着巨大的两极化 你一是支持北京 一是反对他 实际上没有中间地带 罗奇经直言下一次访港 将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确保在入境时 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90后化名 陈先生的香港市民 向本台表示 应同罗奇所指的过渡防御的态度 形容尤其在23条立法后 不论所谓的反对派 以及普通市民 日常交流上都有很多制爪 现在香港就和以前 很不同的情况 就是大家都选择了 不再去说这件事 大家都已经好像 物认了是不谈政治 会怕说错话 不知道究竟 政府条红线在哪里 对于罗奇所指的放弃感 陈先生认为 港人北上消费风潮和移民潮 也是一种放弃感的表现 对于好像自己 仍然留在香港生活的香港人 面对香港经济 毕竟沉重的社会气氛 他认为 早已由绝望 变成被逼无奈接受 放弃对这个地方改变的希望 为自己而活 我改变不了这个地方 那我唯有改变自己 那我都要向现实低头 我都要生存 有一部分人 由很抗拒大陆 变成现在就向性价比那方面看 那便回大陆消费 行政长官李家超 香港时间周五出席官方活动 基于香港事件记者 母典名挪旗回应他的言论 只表示上任两年以来 特区政府遇到的最大挑战 是来自海外的政治挑战 李家超又批评 外国政客和政府通过制裁施压 企图恐吓官员和司法人员 是不尊重法治 虽然港府官员受到很大压力 但强调自己做事光明正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夏雪李向阳报道 香港一名27岁男子自然在周三 穿着印有光时的上衣 和戴黄口罩在沙田一个港铁站陪回 被落案控以作出具煽动意图行为 和游荡等三项罪 成为23条立法后首个公开检控个案 疲患精神病的被告 今年初曾经因为煽动罪被判监三个月 有律师估计作为首案加上法官要表忠 即使被告患病 亦难逃数以年计的严厉刑罚 听下梁明康报道 根据控方案情 27岁无业男子朱启邦 被指在6125周年当日 身穿一件印有光復香港时代革命的上衣 以及一个印有FDNOL 即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英文宿舍的黄色口罩 在沙田石门港铁站游荡 并拒绝向警员出示身份证 他被控以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 作出巨线动意图行为 有意图而游荡 以及不遵从要求而出示身份证明 合共三案控罪 控方星期五 在庭上申请无吹答辩和押后灾讯 但反对辩方提出的保释申请 《国安法》指定法官兼总裁判官苏惠德 听出双方陈词后 认为无充分理由 证明被告不再作出危害国安的行为 拒絕被告的保释申请 被告要还押去到8月7日再信 根据港府向传媒公开的记录 今次是继小童群秋会案 和六四王婆婆 第三中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所作的拘捕 更是手中根据条例所作的检控 一直关注香港司法状况的美籍律师 Samvel Pickett认为 今次案件 反映《基本法》23条立法后 并非备以不用 I think you've got an entire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n Hong Kong and they report to Beijing and they've got to do something they've got to enforce these laws so I think that's why you see we're going to see more more prosecutions you know they've got to deliver to their bosses and show that they're actually enforcing Article 23 that they're rooting out this you know so-called soft resistance that John Lee keeps talking about and this is just the start of that 《基本法》23條立法後 煽動罪的最高刑罰 由監禁兩年倍增到七年 加上被告今年一月 在23條立法前 因為另一宗案情 類近的煽動罪案件 被判監三個月 Pickett估計 今次被告相當可能 面對數以年計的刑罰 被告於2019年 曾經因為藏有雷射筆 氣槍和降珠 而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 但經審訊後 被告因離患精神病 而獲判無罪 Pickett相信 在今日的政治氣候底下 被告難以再因患病 而獲判無罪 或者獲得減刑 而獲刑 in these national security cases and a lot of times in non-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al cases as well is that the sentences are pretty arbitrary from a legal standpoint they seem to be set based o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ort of trying to satisf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state backed media as to what the sentence should be and that's why I think we'll see a harsh sentence in a relatively harsh sentence not because the law requires it but because the political climate requires it 正午提堂过程中 控辨双方就保释问题 作争议时 一度以为根据维护 国家安全条例的被告 可以和国安法被告一样 享有每8天复核一次 保释申请的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南永康报道 香港中审法院 接连有海外的非常任法官 宣布辞职同不续任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夏宝龙 在北京接见香港官员时表示 建定支持香港 保持普通法制度 有评论认为 北京依然不了解 普通法的核心 以为处理好商业案件就够 但国际社会 更着重跟人权相关的 司法独立 现在单靠夏宝龙一句讲话 难以维持外商的信心 听下宋子杰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接见到访北京的律政司 副司长张国军时表示 香港是全球法治水准 最高的地区之一 中央建订支持 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 支持香港完善特区 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并支持香港建设压械区 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 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夏宝龙强调 香港法治的金字招牌 是由包括各级法院在内的 香港司法法律界 全体共同努力打造和维护 特区各级法官秉持 无具、无偏、无私、无欺的精神 为维护香港法治 公平正义、国家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量将会坚决维护香港的 法治专严和法官专严 坚决支持香港法院 依法独立进行审判 坚决保障香港法官 和司法人员的合法权益 对于今个月 先后有三位中审法院海外 非常任法官 宣布辞职或者不再续任 将国君形容 这些都是正常的事 强调香港法治 从来不是建基于 非常任法官的制度 香港我们的法治从来不是建基于 有关我们在非常任法官的制度里面 虽然有一些非常任的法官 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会离开 但是去年以及今年 其实都有两位新的非常任法官 获得委任 所以进进出出 这个我想大家明白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 前助理教授黄伟国 向本台表示 夏宝龙特意在接见香港官员时 强调支持普通法制度 相信是要回应 近期包括沈耀信法官 批评香港法治和司法制度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接受本台访问 他说北京仍然会努力维持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 以免令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形象 继续受损 但他认为北京当局 依然不明白核心问题所在 就是这方面的观点 所以如果北京不拿着这个重心 只会和外界格格不入 刘瑞绍说 过去一段时间多宗案件 令到外商觉得 香港的不可预测性越来越大 但靠现在夏宝龙的一句说话 难以维持外商对香港法治制度的信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宋子杰报道 港府日前公布 警务署长肖扎仪带团到加拿大温哥华 出席国际性的警务论坛 是继去年7月 出席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后 再次以官方身份到访加拿大 有港人组织和国会议员 向本台表示憤慨 侧疑加拿大政府 再次容许侵犯人权者到访 再加港人更以一人一信 向政府表达不满 听下梁明康报道 经据政府新闻署公布 肖扎仪在今月6至11日 到温哥华出席第17届 Pulse in Policing会议 有多个国家参加 但奉执的是 今届主题是 《警政的未来》提升信任与认受性 而肖扎仪在会上执奏 如何建立公众信任 和确保执法机关的认受性作分享 港人组织温哥华手足 在当地时间12日 趁6月5周年的集会 以一人一信行动 被加拿大国会议员 及公共行政部长勒布朗表示不满 言据温哥华的网台主持杰斯表明 加拿大和外国政府 需要正视香港和中国政府的 国家警制压行动 而威逼利友海外港人 将资料交给国安警察 愤怒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有黑警来加拿大参加运动会 今次还走来开会 很难说体谅 加拿大政府不知道 什么事 香港黑警的暴行 全世界这几年都知道 我觉得需要给一个合理解释给香港人 去年7月287个香港警察 去到加拿大温尼柏 出席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 有参赛队员公然爆粗 威吓和挑釁港人示威者 加拿大外交部当时表示 前来参加比赛的香港警察 在当地没有执法权 强烈反对任何人 企图恐吓加国居民 今次港警再以官司身份到访 当地港人组织Canada Hong Kong Concern 文字回复本台表示 当地有很多流亡人士 担心会好像伦敦经贸办事件一样 到访加拿大的港警 会秘密调查 收集 跟踪监察香港人 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 新民主党关卫正文字回复本台表示 不能接受政府 对肖扎而再次来加拿大而物不作声 说不少港人是经救生艇计划来加拿大 不应该担忧自身安全 翻查记录 香港警方每年都会出席那个会议 新任新民统筹专员谢震中 在2018年 也曾经以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身份 出席国际行动学习小组会议 本台曾向加拿大外交部 王家骑警 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以及举办会议的组织联络 直接告辞命有回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明康报道 被中国封杀的台湾网红波特王 在社交平台爆料 只收到消息 从下个月开始 台湾会有十组网红 以两岸青年文化粤名义 到中国旅游拍片 他指 行情费用包括机票和酒店全面 陆委会回应指 会关切邀请单位资金来源 分析指 中国正以新的统战形式 针对台湾的年轻人 听下中广正报道 总统我觉得你如果再继续跟我相处一阵子的话 你可能会变坏人 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想把你重坏 长期以稀笑怒骂方式批评 中国时政的台湾网红波特王 不但受台湾人欢迎 不少香港人也是他的粉丝 前几年因为与前总统蔡英文合作 拍影片而被中国封杀 他周三巧了 只下个月底会有十组台湾网红 应中国的海峡两岸青年协会邀请 以两岸青年文化粤名义 免费到中国拍摄旅游影片 包括机票和酒店 这也是我认为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因为这种统战手段相当隐蔽 是利用文化、经济和媒体等非政治领域来进行影响 使得参与者本人有时难以意识到 自己被利用来达成政治目的 大家看一下我背后高楼领域 我不得不说上海真的看起来很发达 然后很澎湃很气派 虽然波特王所指邀请网航到中国拍片 尚未开始 但在YouTube不难发现 已经有不少台湾网红潜往中国拍片 包括这位网红钟明轩 他早前的影片提及到中国旅游不谈政治的话 没那么恐怖 以及宣扬中国进步内容 曾经引起不少争议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周四回应表示 波特王所说的海峡两岸青年协会 实际上是一个专门扮交流团的团体 这些网红应该是机票致富 都对岸落地招待 剩下的费用由这个团体负责 我们会比较特别注意它的经费的来源 就是说这个协会它是怎么样去 有这样的一笔经费 然后去请到这些人 然后去从事这些活动 因为这并不便宜 老实讲这并不便宜 那这个我们会关注 手上有可能有受邀网红的名单了吗 这个目前我们正在收诊 恒治院发言人陈世海重申 台湾欢迎两岸健康交流的政策 没有改变 我们觉得两岸有序健康的交流 都是好事 但是如果有牵涉到统战 那当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賴荣偉向本台表示 习近平上台后特别注重年轻人 对台统战方式也开始改变 利用小众和分散市场方式 正对年轻族群进行统战 年轻人在政治上的投票 选人的倾向是大于选党的倾向 对人会有凭感觉投票的现象 所以年轻人也会有一种现象 今天我支持的人 如果背叛了我所认定的理想 明日他就变成是我打敌的对象 这个当然就是中共习近平 他所要下手的 年轻人具有异变性 我就要想办法让年轻人 能够被我给转换 他表示唯有在兼顾人权和国安前提下修改法律 才能够阻止这些新形态的统战行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道 正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邀请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与会 七国集团也要达成共识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而这笔资金来自西方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 美国也和乌克兰签署十年期的商联安全协议 扎连斯基透露习近平曾经承诺 不出售武器给俄罗斯 但美国情报部门早前的报告指 中方援助俄罗斯技术设备等 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最怕俄罗斯败战 因此不会兑现承诺 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意大利举行 受邀出席今次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披露 习近平曾经向他承诺 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 美国总统拜登和扎连斯基 星期四召开联合记者会 在回应记者提出的 中国是否俄罗斯侵略罪行的同伙 以及中国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等问题时 扎连斯基说 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 习近平曾经对他承诺 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 但拜登在记者会上指出 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他们提供了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 制造武器的技术 所以实际上是在帮俄罗斯 拜登和扎连斯基 签署了一项十年双边安全协议 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另外七国领导人也达成共识 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高达五百亿美元的贷款 这笔资金来自欧美冻结俄罗斯 三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资产所产生的利息 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落实具体细节 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欧委会主席冯德来恩 分别表态认为该坚定承诺是向普京明确表达了 俄罗斯不会赢得战争的信息 而欧洲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战斗争取自由 令到普京无法长期维持战事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指责七国集团的行动是犯罪行为 威胁莫斯科必定会作出反击 德国独立学者吴越游合向本台表示 中俄是一对背靠背的邪恶盟友 习近平的承诺是无法兑现 英国华语作家 时评人张颇接受本台访问 他认为习近平早前下的一盘棋 就是希望俄罗斯打败乌克兰 然后以这个为模板攻打台湾 因此最不希望俄罗斯失败的就是习近平 军工方面的基础材料或者设备的支持 中国和国不可能分开的 他们必须要互相倚靠在世界上干坏事 今次七国集团峰会 除了要阻止中国帮助俄罗斯 还将会重新对中国向欧美国家 输出过剩产能的担忧 美国正在推动盟友国家 将其纳入最后的联合声明之内 在今次峰会之后 第一届乌克兰和平峰会 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瑞士召开 届时会有90个国家同组织与会 扎连斯基和美国副总统贺锦麗将会出席 中国确定不会派代表出席 早前引发扎连斯基批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亦彤、宋子杰报道 接下来有几绩新闻简讯 听下下说跟大家讲下 屠龙案星期五续审 负责拘捕和调查的警署警长冯保罗 在辩方盘问之下 否认多名被告曾经遭到警员威吓逼供 包括嘔打、用水刑 要求脱底褲蹲在墙角背名等 对于部分被告转做控方证人 他说会透过聊天和根据累积经验 来评估他们是否真心悔改 又说知道做污点证人心理压力大 所以对他们会做心理辅导 但是承认自己并不是心理专家 也没有记录相关内容 据捕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 和职业病权益倡导者黄建兵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星期五是广州中级人民法院 分别被判囚五年和三年半 但是之前他们已经遭到鸡压近一千日 他们是中国MeToo重要推手 过去积极组织关注性别平权 和约细社群等人权议题活动 黄雪琴在2019年 曾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之后 被广州警方已尋印滋事 罪名拘留三个月 台湾总统赖清德 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封面 他在专访中说 只要团结并且与国际社会连结 台湾才有办法确保主权不受侵犯 又重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提属 欧盟计划在下个月初 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最多38.1%临时关税 根据中共党会央视微信公众号 玉渊谈天发文说 中国正寻让报复行动 可能提高由欧盟入口的汽油车 和白兰地等产品的进口关税 高度依赖中国汽车市场的德国 正试图阻止欧盟对华加征新关税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